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报告11月17号晚的新闻 主要是荷兰新闻 因为今晚荷兰首相及部长 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新阶段疫情措施 首相吕特及卫生部长德铸格 在晚上7点准时召开新闻发布会 根据吕特的说法 疫情的趋势向好感染数字继续减少 但是在超级市场和在家工作的领域 还有改进的空间 首相说 人们在商店和室内的行为 也必须要改善 吕特说 游乐场、动物园和博物馆等公共场所 可以重新开放 当11月3日新措施宣布的时候 这些场所不得不关闭两个星期 吕特认为 现在没有理由采取其他更严厉的措施 但是从12月1日开始 在公共场所里面 要强制规定戴上口罩 吕特还呼吁 圣尼古拉斯节 即是圣尼克拉斯的庆祝活动 要在不同的日子举行 这样做的目的是 人们可以在一日之内 最多可以和三位家庭成员 一起来庆祝这个儿童的节日 两个星期前生效的疫情措施 在星期四零时起失效 不过上个月的部分封锁措施 暂时将保持有效 这里说的特别措施 就是两个星期前 11月3日宣布的特别措施 而10月14日 内阁还宣布了关于餐馆山门等的措施 轮到卫生部长德庸格说 德庸格说 目前正在制定疫苗接种策略 内阁的决定会在不久之后发布 看看检测的政策 如果发现自己和感染者接触过的人 可以在12月1日开始接受检测 即使他们没有症状 或者是收到应用程序的消息 或者是卫生机构发布的来源 和接触调查的消息之后 可以在无症状的情况下接受检测 此外 在接触联合之后的5日之内 都可以要求检测 部长说 如果测试结果是阴性的 就不需要再进行隔离 根据目前措施 根据目前措施 如果和病毒感染者接触 无论自己是阴性和阴性都好 都必须先隔离细测 而且如果没有症状 是没有办法接受检测的 看看圣诞节怎么过 就希望能够在12月份的第二个星期 提供关于圣诞节的更多信息 德庸瓜说 我们必须确保在圣诞节期限 不要再带来第三波的疫情 根据部长说 关于隔离义务的规定 仍然在制定之中 但是目前要更加注意鼓励隔离 即是说目前是鼓励隔离 不是硬性规定要隔离 部长呼吁荷兰人要健康地生活 以增强抵抗力 这样就可以更好抵入新冠病毒 他说 如果每天走路半小时 会有所帮助 部长说 健康的生活可以增强抵抗力 使你的感觉更好 部长说 只有在数字继续下降的情况下 才有可能在12份放松疫情措施 他说 如果全国的疫情危险程度降到第二级 我们就可能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具体来说 每天只有10个人进入重症江湖 或者每天只有3600例感染 只有这样 我们才可能考虑再次放松某些措施 我们会在12月中旬看看可以再做什么 最终的目标是达到第一级安全的水平 根据德庸甲的说法 这个有指望在一月中旬实现 最后 德庸甲精神 最近有一名15至19岁的年轻人 的确是死于新冠病毒 他说这个年轻人有一些潜在的病症 但据部长说 这确实表明了 新冠病毒是一种很厉害的病毒 对所有人都是危险的 好 今晚的新闻报告完毕 我们下期再见